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放在第一点就是要说明 这些退烧原因大部分都源自于被矿野比较 如果是没玩过矿野直接玩王类的玩家 大致上都还抱持着很多的新鲜感 矿野是2017年Switch的首发游戏 当时还没那么多游戏可以并驾齐驱 而王类出在2023年这个好游戏层出不穷的时代 如果它没有延续游戏性的成分在的话 单纯只靠低挑战性的收集和探索 热度很容易就被其他游戏分散掉 加上2023年自媒体的盛行 情报的快速流通 让玩家可以短时间获得大量情报或攻略 而矿野当初相对没有那么多情报来源 在介绍攻略或资讯 都只是小范围性的讨论 新的东西就算有出来 也不会那么快速的广泛扩散 情报消化的速度慢 时间轴就会拉得比较长一点 这点就和王类有很大的不同 王国之类好玩的五个要素 主线剧情 任务解谜 地图探索 左纳乌系统 以及战斗 我们就分几点来谈 优点的部分就不说了 主要是谈比较多被玩家抱怨的部分 再来观察这些内容是否是退烧的原因之一 虽然四贤者的背景刻画 没有旷野的四音节来得鲜明和深刻 但主线剧情上 比起旷野无法挽回的绝望感 王类明显琢磨在萨尔达的成长 以及玩家自行操作来体验剧情的发展 最终战的动画也呈现了非常撼动人心 所以观察下来 主线剧情的差异 比较像是个人喜好的问题 不太算是退烧的原因 这两个有一个共通点 就是官方提示太多 先不管玩家自我限制的玩法 内建设定上 坏的难度可困难可简单 而没有DLC的王类 则倾向于只有普通和简单 大家记得小时候游戏还是全日文的时候 虽然看不懂剧情或每个按钮的意思是什么 但未必每个人都因为看不懂日文而无法破关 看不懂日文对玩家来讲就是一种难度 王类的神庙解谜 难度实际上没有太大的差异 真的要抱怨最多也只有王类常常把左纳无道具就放在旁边 比起旷野在解谜上有更清楚的暗示 但是解神庙这件事情就变得简单许多 因为方法变多 满足了制作组腾林先生的一秒多解的这个想法 所以即便没想通谜题 蛮多解谜神庙也能爆破解谜 探索上 由于移动手段比旷野真的方便太多 前期就有鸟望台可以升空 左纳无可以移动 尤其是MK2的出现 就仿佛旷野前中期就拿到摩托车一样 虽然有电池上的问题 但也只是用时间去换而已 容易飞这件事 效率上就已经比旷野高上许多 这也导致王类中后期除了主线经过的区域之外 王类新增的地图以及新鲜感 不足以满足玩家消化的速度 探索的差不多之后 剩下的部分就是搜集 这方面旷野顶多只有克洛格 和升级中备用的材料 但王类还多了卡邦达告示牌 魔游一 电池升级 另外还有51个祝福神庙 过多的祝福神庙反而也变成了一种搜集要素 而旷野这类型的东西相对较少 虽然玩家在探索上就比较少有陷入为主的感觉 反倒多能琢磨在未知事物的期待感 王类虽然增加了洞穴空岛和地底的地图 而这类无剧情的搜集要素太多 即便移动方式变得便利且快速 终究还是会让玩过旷野的玩家 在解完主线后的中后期 感受到那边应该大同小异吧 只是到处奔波的作业感 佐纳欧系统虽然兴起有趣 但游戏设定上让玩家的创意没有相应发挥的空间 或应该说成就感来得快去的也快 佐纳欧和余料系统是王类新增的特色 玩家可以各自发挥创意来解决游戏中碰到的问题 从预告的时候就带来不少的新鲜感 只不过到了中后期 大多数的玩家都只会使用常用的东西而已 譬如简单低消耗用的移动式或飞行式佐纳欧组合 其他特殊组合通常消耗比较大 没有用bug复制矿石的玩家 顶多开出来玩一玩而已 更何况单一佐纳欧道具 例如操作杆 浮空石 随时让林克可以进入子弹时间 大量组合的佐纳欧装置 使用性就会小不少 王类虽然主打佐纳欧系统 但游戏内建设定中 并没有玩家组合一些庞大或厉害的东西 就可以挑战获得到特殊的报酬来诱使玩家发挥创意的关卡 就像宝可梦 如果眼前的训建家都是等级10的宝可梦 玩家不会没事一直练出等级70、80的宝可梦来打一样 如果眼前的谜题或挑战 都只需要简单组合就能通过 那这些庞大或创意的组合 就很容易只剩下展示的用途 最多就是上一下新闻之后就过去了 或许不喜欢玩创意的玩家比较多 或就算有创意 成就感也是稍纵即逝 材料的多样化和余料系统 虽然让玩家更快解决战斗上的问题 但相对的会让玩家的成长没有相应发挥的空间 矿野很难瞄准敌人 玩家必须练准度 王类很难瞄准敌人 玩家只需要用蝙蝠眼追踪 矿野想要连续偷袭 玩家必须了解敌意机制 王类想要连续偷袭 玩家只需要丢一个烟雾香菇 矿野想要打全战 玩家只能多用炸弹或动脑逐一击破 王类想要打全战 闪光果 混乱花 炸弹花 宝石 左纳屋 应有尽有 矿野有守护者这个存在 大多数的玩家都有练习抓盾反时机的经验吧 那你还记得你在王类的时候用过几次盾反吗 既然盾反没有特别的额外伤害或好处 那他的存在感就会与日俱减 王类没有大师模式 兼职考验 一级制剑等等 官方限制的困难关卡 让玩家战斗的观念重新洗牌的设定 王类虽然有裸体神庙 但打不赢重新进来就好 不会像矿野一样好不容易打到第12层又得重打的问题 既然难度是被固定的 那自然到中后期道具装备越来越多 血量越来越高 装备碾压打谁都没有太多挑战性 就是用时间和材料去换而已 但这都是其次 重点是 没有特殊设定让玩家不能单纯用既有知识来通关的关卡 玩家自然也没有必要去学习或练就一身经验 既然成长没有发挥的空间 那就没有一定要去战斗的必要性 反倒蛮多玩家提到 如果先玩王类再玩有DLC的旷野 体感上难度会稀微上升 因为官方提供的东西变少 能做的事情变少 就更需要从基础的操作和观念来解决问题 另外也有玩家提到 进阶战斗和比较硬核的乘措 但这些具体来说只能说是吸引人的地方 并不是没有这些东西 所以性质减弱而退烧的原因 如果因为这样不想玩 比较像是个案 因为王类的内容是固定的 玩久了之后会感受到 官方倾向于玩家多使用不同的玩法 来解决同一个问题来展现创意 这也导致了游戏的难度曲线 随着时间骤减 这种时候 没有DLC 就没有新话题新剧情来延续游戏寿命 没有DLC就没有新挑战新目标让玩家去尝试体验 让玩家的成长有发挥的空间提升成就感 没有DLC也不会有强制更新 所以玩家就有可能在不同游戏版本条件下进行游戏 有的玩家不想到处奔波搜集 用YB复制和ABCS就可以快速满灯满装 有的玩家装备复制很多 不用怕装备拍掉料 如果玩家不讲求全搜集或完成百分之百 那全身满装 久了之后难免会失去不少动力 这边并不是说慢慢搜集速度会有多差 以前曠野也是有门牌复制剑的方法 但王类的YB复制效率实在是太高 而且几乎是所有道具和阻纳物都可以使用 毕竟不能使用和不去用是两件不同的事情 虽然都是玩家的个人选择 但如果要探讨整个游戏的热度 有没有DLC 强制更新可能也是其中一种因素 换句话说 如果太早达成个人成就或目标 而且没有下一个目标或挑战 只剩下枯燥的搜集成就的话 就很难让玩家持续保有初玩时的热情 当然这边并不是说使用高报酬bug与否是好是坏 单机游戏想怎么玩游戏都是个人喜好 其实没什么大问题 各玩各的就好 但如果要讨论热度问题的话 王类bug的问题在于太早出现高报酬的成错 旷野低费攻高报酬的复制武器 耐久度移植 跨挡继承 等等的成错都是发售三四年以后才出现的 王类则是发售后五天就出现 看似只是一个bug被发现而已 但是想一下 在高热度的时候和低热度的时候 发现跨世纪的成错会有什么差异 像当初可以拿到梦寐以求的光工的时候 有些退更的玩家会跑回来再挑战一下 毕竟不会再更新 所以低热度的时候就有机会继续延续游戏寿命 但像王类在高热度的时候发现很夸张的成错 论坛上去占bug的风气比旷野时期多很多 虽然使用bug是个人喜好和自由的问题 但重点不是这个 而是是否影响讨论度 这是两码子式 讨论度会出现负成长 去论坛问个材料攻略 就会有人回 复制就好啊 作弊 等等的留言影响讨论风气 竟然让玩家不想去共同讨论 只能另开群组私自讨论 旷野不是没有这个现象 只是王类这个现象来得太早 太早达到旷野两三年后的风气和人气 以上就是归纳王上玩家认为的 王类各种可能退烧的原因 当然还有一个说法是说年龄层的变化 喜欢玩家机和手游的玩家比例 和当初有所差异 王类的收集成分比框也更需要时间 这也显得一代YB复制的玩家相对更多 没时间玩的玩家也自然渐渐越少拿起手把 这部分因为没有数据就没有特别提了 另外提醒一下 优点缺点和退烧原因是两件不同的事情 像王类风云战争看了五次 你有因为这样不玩王类吗? 王类多了一堆友善新手设定 增多了选项让玩家可以用各种方式解决问题 这些都是优点 但却也是许多玩家抱怨的点 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 你对王类退烧有什么独到的看法 或是赞同或不同意本篇的哪个说法 欢迎在下方留言 Thank you for watching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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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ạn conflict 我们下期再见 未经许real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